音乐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李萌瑶 大家都叫我瑶瑶 我是从中国瑶到这里来的 我认识Iwa King 其实只是两个多月罢了 从2月7号来这边听了 那个米歇尔老师讲的那个荷尔蒙 什么叫智力荷尔蒙 怎么样调离自己的荷尔蒙开 然后看到他在做的那个见证 才拿了两瓶来试用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个的问题 你有看到吗 我的景象这么大块 之前比这个还大 现在用了以后想掉了 这个叫富贵包 而且这个富贵包会影响到 我们的那个生命的 因为去血不通嘛 这边一堵塞了去血不通 那会突然间可能会就戏掉 或者会一些那个 意想不到的那个跌倒啊 很多问题会发生的啦 因为这个这边是通向头脑 又通向下面的必经之路嘛 然后我这个问题真的是困扰了我好多好多年了 然后那天我认识了这个以后 我就拿了两瓶在车上 马上就拆开来 在我回去新山的路上那 我就马上拆开来查 一查真的 因为我每天早上是五点钟要起船 要用孩子读书嘛 五点钟要起船 四后孩子去读书 然后接下来我的顾客 因为我是一名中医师 所以我的顾客七点钟就会 开始有顾客来了嘛 然后我从早上就可以一直忙忙到晚上 可能有的时候十一二点钟才睡觉 然后因为长期的这样子熬夜吧 累积下来我自己本身的问题也是蛮多的 自从那天我接触了这个Eva King以后 我在车上马上查 查了以后真的感觉人就比较精神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从新山到这边 要一个多两个小时的车程 再加上路上的那个 一路上来的那个 太累了很累太阳又大 然后来到这边很累了 整个人都很没精神 结果这个一查在我回去的路上 我们一查以后 哇马上看到效果 我整个人精神了 我就马上打电话 到回来跟我们baby老师跟他订 可不可以拿那个大套的 然后就这样子介绍给我的顾客 真的我的顾客很多很多的见证 第一个顾客他的见证就是 来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哎呦 sorry 他是我第一个顾客 他的景象不能看得到吗 他的景象是有一个 起了一个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啦 嗯 淋巴毒塞 有点像大井泡这样子的嘛 你看他短短的几分钟 这边之前 这个井泡这个地方这么大 这一块地方你看这么大 然后接下来你看就消掉了 短短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 他的大井泡的问题给改善到 改善掉了 然后更神奇的是因为这个 这位他本身是一个脊椎 我们的胸椎啦 第八节开过刀 因为是个神经线 叫做什么 神经线癌啊 然后导致去开刀了以后 就变成下半身瘫痪不能 不能治理 接着又去化疗 一电鸟回来去电鸟 电鸟回来了以后 下半身完全没治解 连大小便都没有治解 可是他用了我们Iva King 第二天罢了 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讲 哎呀呀你的那个东西很好嘞 我才用了以后 我今天就他感觉脚比较有力了 然后他很开心 因为我帮到他了嘛 他就慢慢慢慢的到现在为止 他可以扶着东西稍微站一下子 他的其实他已经几个月了 半年多了啦 然后他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他的那个脚的肌肉已经萎缩 变成小小小小小小的发掉 然后一那个的话 他等一等一等一 那个关节啊 轻轻一脱 他就好像感觉就会脱掉的 然后用了这个产品以后 慢慢慢慢改善 现在可以站在地板上 撑着东西可以站一下下子 就是说用了Iva King 短短的几天罢了啦 他就有这么好的改善 我觉得Iva King真的很好 其实我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多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 也是我的顾客 他是糖尿病患者 又是心脏病患者 他的问题非常严重 他今年也是六七十岁的人啊 但是他就是贪吃 因为糖尿病的人很多东西不能吃 可是他贪吃 跑去吃那个什么阿山拉萨 吃了以后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 因为他的腰这个地方 他曾经有受过伤 他不可以吃一些酸的东西 一吃下去他真的是不可以那个 第二天 爬不起来打电话来叫救命 因为我在忙着 我没办法过去他家帮他那个 刚好他有买了 Iva King回去 他是买了两瓶 一瓶放在我店里面用 一瓶是他带回家 自己家里面使用嘛 然后 我就叫他 我说你赶快拿来查一下 他说我放在我 放在楼下 我说那你就赶快叫你老公或者你家人把帮 赶快拿上来帮你查一下 我真的我没有办法跑去那边那么大老眼的 帮不到你咧 唯一人帮你的就是这个Iva King 叫他老公把他查 他说他告诉我查了两次 那是第二个礼拜 因为他每个礼拜都会来找我一次的 调理嘛 然后第二个礼拜他在楼梯口按下门铃的时候就开始 哎哟啊哎哟啊我有两个见证要告诉你 哇你那个Iva King多好 不是他不是讲Iva King 他跟我讲你那个卖给我的那个东西很好嘞 我查两次 我的腰不痛了 还有我的手啊 他就把手打开来给我看 他说我的手这边 因为糖尿病患者一滴到这个的话 他就会蔓延开来 就会慢慢的让开来嘛 而且他的糖尿病真的是很严重 一天打三针 三针他都是要四十四十四十的 一般的一般正常人是没有打这么重的嘛 可是他打到这么大的那个这么大的剂量了 然后他看到他自己没感觉 第二天他女儿看到他说这边怎么化龙了 然后他说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感觉没有感觉到痛 但是他就讲 那个瑶瑶跟我讲过说 那个什么他卖给我那东西 他说可以查我拿来查一下 他真的晚上是要查一下 第二天长肉回去了 他很开心 所以他还在楼梯口就跟我讲 他得有两个见证要告诉我 还在门口很开心很开心 我觉得帮到人真的是很开心